契丹 一个曾经驰骋中国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 他在当代末年建立起了辉煌一时的大辽帝国 元朝之后 这个像猎鹰般的民族逐渐的 消声匿迹 专家考证 达沃尔民族的祖先就来自 启丹 启丹 这里是位于内蒙古巴林 左旗哈达英格乡石房子村 西北的山谷 近年来 这片神秘的山谷 渐渐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和关注 原因是 这里埋葬着契丹王朝的开国皇帝 耶律阿宝基 为辽祖陵所在地 契丹民族皇帝的陵墓 是怎样的布局 有什么特点 他与中原王朝帝王的陵墓 有什么一同呢 为了解开这些谜团 自2003年开始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董心林 就在辽祖陵展开了工作 董心林为辽祖陵考古做了认真的准备 其中一项就是了解契丹族的历史 它是属于东湖中的一支 属于鲜卑语文部的一个别部 从文献记载呢 是北魏契丹传里面 曾提第一式 提到了这个契丹民族的存在 那么经过将近500多年的这个发展变化 到了唐代晚期的时候 这契丹已经形成八部 成为一个比较强大的一个部落势力 契丹族生活在赤丰一带 契丹的含义有几种说法 一般认为是冰铁的意思 公元872年 由草原雄鹰之称的伊律阿宝基 出生在契丹迭拉布一个显赫的家族 迭拉布是在契丹部落联盟 这个争斗过程中 逐渐成为一个强大的一支 那么阿宝基的八世主呢 就曾经担任过部落联盟的伊犁锦 这伊犁锦呢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军事首长 大丸帝王出世 总有一些奇特现象 阿宝基自然也无例外 辽史记载 他刚一出生就能爬行 身体像个三岁的孩子 到了三个月就能直立行走了 其实阿宝基出生时 迭拉布争夺伊犁锦的斗争 正在激烈进行着 祖母担心他被政敌杀害 就把阿宝基的脸蛋涂黑 藏匿在别的帐篷里 才保住了性命 长大后的阿宝基 长大后的阿宝基身材魁梧 善于骑射 能拉开三百斤的大功 九百零一年冬天 他当上了迭拉布的伊犁锦 从此阿宝基开始统帅兵马 四处征讨 先后政府视为乌骨 女真和西人 强掠旱地 使契丹的土地 人口财富 急剧增加 契丹民族飘悍尚武 按照契丹兵制 凡年满十五岁以上 五十岁以下的契丹人 都隶属兵级 以民以兵的契丹人 战争时以打仗为要务 闲暇时则以目列为生 契丹军队以骑兵为主 在没有坦克火炮的冷兵器时代 骑兵具有灵活 迅猛 快速机动能力 这样的民族和军队 在雄才大略的阿宝基指挥下 其战斗力可想而知 战争让阿宝基脱颖而出 907年 他担任了贺汗 成为契丹八部的联盟首领 然而 随着阿宝基登上韩位 他与兄弟之间的权力斗争 随之拉开了帷幕 按照契丹社会的传统 联盟首领每三年进行一次选举 凡是耶律氏家族有能力的成年男子 都有机会成为下一任的克汗 因此阿宝基的弟弟们也都做着克汗梦 盼着克汗换届选举 这个耶律阿宝基 他做了克汗之后 他想把克汗这种权力 变成一种世袭的权力 所以他的弟弟们都不干 要起来造反 公元911年 是阿宝基担任克汗的第五年 见阿宝基迟迟不肯召开改选大会 他的四个同胞弟弟 辣葛 别辣 银底石和安端 开始合谋夺权 由于安端的妻子告密 阿宝基提前一步采取行动 拘捕了谋反的四个弟弟 阿宝基念及兄弟手足之情 并没有把他们杀掉 而且第二天跟着他们一起登上大山 杀了身后 对天发誓 那发什么事呢 说我明年一定要召开选举大会 然后呢 就把他们赦免了 第二年 阿宝基又以军事繁忙为借口 拒绝改选 四个弟弟在族人的鼓动下 打算以武力相威胁 强迫他召开改选大会 得到情报的阿宝基 先发制人 立即举行 立即举行了柴侧仪 柴侧仪 就是把木柴堆积成祭坛一样的形状 点燃后祭天 按照契丹传统习惯 谁举行了柴侧仪 谁就是合法的可汗 阿宝基利用传统造成了连任的事实 使弟弟们无可奈何 只好在第二天派人来谢罪 但是阿宝基的诸位弟弟并不甘心 913年3月 他们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判断 这个判断把阿宝基的大仗里的许多的物资都给烧毁了 而且强走了代表可汗权力的旗鼓和祖先的身杖 经过反复较量 阿宝基才把派军平息 迭拉布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辽事记载 大军九出资众不相属 士族竹马鞠采野菜以为实 孽畜道毕者十之七八 民间原来有上万匹马 叛乱之后百姓出门都要步行了 年级手足之情的阿宝基再一次赦免了四个弟弟 但对参加叛乱的三百名重要犯人则处疑死刑 在处死之前还放出三天来 这三天让他们尽其所乐 比如说有摔跤的 有射箭的 还有本戏 让他们吃喝玩乐 三天以后就把他们 该斩的斩 该头牙的头牙 该社会间的社会间 出死了 三次平盘 阿宝基消灭了来自家族内部的反对势力 他以青牛白马祭祀天地 向祖宗报告自己的胜利 可是 没过多久 阿宝基又遇到了新的挑战 连续三年的寒卫之争 严重削弱了迪拉布的实力 这七个部落的首领们 已经看出来了 阿宝基是想把可汗做到底了 那么这样一来 他们的选举权 和做可汗的权 就被剥夺了 因此 这七个部落的酋长 就决定逼宫 公元915年 又是一个可汗改选的年限 这一年 阿宝基在一次征战归来后 七个部落的酋长们 以恢复传统 可汗选举制度为名 要求阿宝基立即下台 令他们感到意外的事 伊律阿宝基居然爽快地答应了 阿宝基对形势有清醒的认识 七个部落的酋长提出要求是合理的 如果不答应 战争一单打起来 吃亏的不仅仅是迪拉布 那么整个七单都有解体的可能 所以他采取斩壁锋芒 以退位进的策略 写掉克汗植物的阿宝基 没有回迭拉布的驻地 而是带领所属的汉人 来到鸾河上游的河北省孤原县境内 建立一座新城 安居乐业 阿宝基新建的城叫碳山汉城 那么他为啥选择碳山这个地儿呢 因为这里盛产鲜盐 这个七个部落都上了来取盐 所以他就掌握了这个食盐的这样一个资源 人不吃盐不行 所以谁占于这个碳山就占据了优势 阿宝基的妻子树绿萍 想出了一个利用食盐来斩草除根 东山再起的主意 不久 阿宝基派出使者对七个部落的酋长说 你们光知道吃盐 为什么忘了感谢食盐的主人呢 于是 马蒂大义的七大酋长定下一个日子 带着酒肉来犒劳耶律阿宝基 在这个契丹版的鸿门宴上 阿宝基一声令下 扶兵一拥而上 将喝得醉醺醺的酋长们斩尽杀绝 随后阿宝基又恢复了掌控契丹的权力 阿宝基身边有一个汉族知识分子群体 他们给阿宝基分析了朱棣叛乱和朱部酋长争夺权力的原因 是契丹传统的每三年改选可汗的制度造成的 而中原皇帝大都是终身制 没有替代的规矩 权力可以父子相传 世代承袭 公元916年2月 阿宝基听从汉族知识分子的建议 做出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定 校法中原正式称帝国号契丹建元神策 建立了以契丹贵族为核心的政权 阿宝基自称大圣大明天皇帝 妻子为应天大明帝皇后 立长子耶律贝为太子 确立了皇位世袭制度 第一个联号神策 这个意义虽然历史文献里面没有记载 但是我们猜测 它是一种上天策锋的皇帝 大概是这样一个意义 历史上阿宝基建立的契丹国国号 曾数次变更 辽太宗时期 改国号为大辽国 是一个重大事件 它标志着这个游牧民族 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开启了契丹历史新纪元的耶律阿宝基 接受汉族大臣的建议 当时上京是中国扫兹民族在北方草原地区建立的第一座都城 它是契丹民族有了固定的一个统治中心 同时也是契丹民族的一个创举 那么它的形质是个日式形 很特殊 对于后来的金 元 清都城的建立都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当时上京是举世瞩目的国际性大都会 南唐 吴越 日本 高丽 波斯 西域各国的官邦使团民间商队接踵而至 辽尚经对巩固契丹政权 推动中国北方地区社会的繁荣和进步 起到了重要作用 都城中不但耸立着道观和佛寺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 还有阿宝基赤剑的孔庙 还在契丹建国之初 阿宝基想在意识形态领域树立一面旗帜 统一人们的思想 并为此召开专门的会议讨论 会议上有的大臣提出遵佛教 有的建议静萨满 而太子耶律贝则提出应该先进孔子 这个建议立即被阿宝基接受了 在辽尚经建孔庙是一件很重大的一个事件 那么同时也有很重要的意义 那么这体现了当时的统治者的统治理念 他是希望把自己作为中国人的一部分 虽然建立了气势宏伟的京城 但阿宝基却很少在里面居住和办公 其中的原因还要从契丹王朝的四十纳波说起 契丹是骑在马背上的民族 契丹皇帝在建国后 依旧保持着四十游牧的生活方式 每年的春夏秋冬 阿宝基和后来的继任者们 会轮流到四个不同的地方居住 称之为四十纳波 纳波是契丹语行营的意思 因为他的四十纳波 这种制度是契丹人渔猎生活 游牧生活的一个所以 他一年四季分别到不同的地方去著作 由于辽国的政治中心 一年四季都在转洗行进 因此辽国又被称之为行国 契丹这样一个游牧民族 它实行四十纳波制度 它并没有中原王朝概念上的这种都城的概念 辽国帝王们的四十纳波不仅仅是游猎和避暑 许多军国大事都在纳波中决定 因此 有人认为纳波才是辽朝的政治中心 京城只不过是象征而已 人们可以从历史名画《文基归汉图》中看到纳波的情景 专家考证 《文基归汉图》虽然取材蔡文基归汉的故事 但描绘的人物造型和生活场景 却取材于草原上的契丹组 根据自然气候条件 通常辽代皇帝们纳波的地点 春天选在吉林大安的鸭子河坡 夏季多在大兴安岭南路的土儿山 秋天常在内蒙古嗡牛特旗的福虎林 寒冬一般在内蒙古奈曼旗的广平殿 其单人崇拜太阳 四十纳波时皇帝的公帐都坐西朝东 而文武百官的瞻帐分裂在公帐两旁 这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 皇帝公帐左边就是北面瞻帐里的官员 称为北面官 负责治理契丹人 公帐右边也就是南面瞻帐里的官员 称南面官负责管理汉族事务 在着装上 北面官着契丹服装 南面官则穿汉族衣服 北南不是正负的意思 而是两个系统 它北面官整个一个系统 就是管理契丹事务的 所以北面它一套一套体制 那管理汉人的 用汉人治汉人 那么就是南面官 那么也是一套系统 契丹官分南北 治理契丹人用本民族的法律 管理汉人则沿用唐朝的法律 于是辽国出现了因俗而治的治国方略 所谓这个因俗而治 这是史官里面 元朝史官总结出来的这个说法 因俗而治这个说法 这个是比较准确的 用来开国契丹的这样一种政治制度 是比较准确的 在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当中 契丹王朝还采取了一系列人性化的措施 为了使背井离乡的汉族人 在陌生的草原找到家乡的感觉 辽国统治者便将同一地区 迁入塞外的汉人集中安置 所设立的州县 都沿用他们故乡的名称 在日常生活及比俗文化方面 也体现出契丹因俗而治的理念 中原汉人历来重视本民族的服装和发饰 不愿意像契丹人那样昏发和穿胡服 了代执政者洞悉汉民族的这一心理 因此对定居草原的汉人 在服饰 发饰等方面 没有做强行改议的规定 建国前契丹没有文字 上京城建好后的第二年 阿宝基下令创制文字 契丹文字 是我们国家的北方少数民族 最早创造文字的民族 这个一个民族自有的文字以后 它在各方面经济文化 这方面才能发展 契丹文字分大字和小字 多年前新研究契丹字的刘凤柱发现 他们都是参照汉字创造出来的 接着阿宝基制定出契丹第一部法律 这样一来部落酋长议事制度的残余完全清除 世袭皇权得到了巩固 辽祖陵大门右侧山坡上 是太祖祭弓碑所在地 当年石龟敷上高大的石碑 铭刻着阿宝基的显赫功绩 这太祖激功碑楼啊 当时是有一个很高大的一个木构建筑 然后里边中心供奉的就是一个太祖激功碑 那么从我们考古发掘的迹象来看 这当时是毁一场大火 那么这个碑呢整个是全部被砸毁 从现在看来看应该是跟那个金灭疗有关 根据龟敷的体积和碑槽的尺寸 董新林分析 被毁的石碑有两米来高 碑上至少应该有五千多字 2007年 考古人员清理太祖激功碑楼遗址时 发现了一些文字残片 将人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烽火岁月中 就在阿宝基登上齐丹国的皇位之时 盛极一时的大唐帝国已经崩溃 中原进入群雄割据连年混战的五代时期 基于中原刺激而动的耶律阿宝基有自己的算盘 他最渴望得到的是幽州城 幽州也叫燕京 它就是今天的北京 北京恶守长城 成为北方游牧民族的屏障 而契丹人一旦拥有了幽州 铁骑南下将是一马平船 为了达到这个军事目的 阿宝基分别在917年和921年 发动了两次对幽州的战争 但最终都鲨鱼而归 总结两次南下失利的教训 阿宝基及时调整了战略方向 决定先征服北方的游牧部落 打下东北的渤海国 消除两侧的威胁后 在问鼎中原 此后阿宝基率领大军西晋 陆续征服了 胡玉文 党像 祖国等部落 齐丹帝国的铁骑 到达北至卢渠河 西岛阿尔泰山的广大地区 公元926年2月 契丹大军又升附了东北地区的渤海国 阿宝基将渤海国改名东丹国 任命太子耶律贝为东丹王 有学者认为 契丹第一次将中国北方广袤的地区统一在一个政权的直接管辖之下 为元代多民族国家的大统一奠定了基础 此后阿宝基的继任者们继续开疆拓土 使辽国版图不断扩大 吉盛时期 东宾太平洋 北至外星岭 西远阿尔泰山 南到河北中部的白沟 同高丽、西夏、北宋相接壤 与辽国相邻的周边王朝 或者向辽朝进贡 或者称番授峰 作为附庸 辽国广袤的区域内 除阿宝基建造的上京临皇府之外 还有中京大定府 东京辽阳府 南京西京府和西京大同府 辽国将统治区域大体上分为 上京道、中京道、东京道、南京道和西京道 武道大约管辖155个州、军、城 209个县 部组52、蜀国60 而这一切都离不开阿宝基的开拓之功 阿宝基奠定了辽草200多年的职业 他是七三主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和民族英雄 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 公元926年7月 从渤海国班师途中 壮志未愁的耶律阿宝基 阿宝基突然病死在了吉林农庵的浮渝城 享年55岁 两个月后 阿宝基被运回上京地区 不少人认为 当年他的遗体 就暂时放置在辽祖林附近的这座石房子里 第二年的八月 阿宝基的尸体搬出了石房子 安葬在建造好的墓室 董心林从风水学的角度考察 辽祖林位于内蒙古巴林左旗哈达英格乡 石房子村西北 一个三面环山的口袋型山谷中 东南方向有一个缺口正对着曼崎阁山 高大的曼崎阁山犹如一个巨大的屏风 为辽祖林营造了相对封闭的空间 在讲究风水学的了带 这里是理想的帝王陵琴所在地 董心林认为 除了风水原因 阿宝基埋葬在这里还有另外的因素 从文献记载啊 这里是耶利亚阿宝基家族迭拉布的一个 世代主居世代的一个地方 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那么阿宝基的地灵損得在这里 还有一个归障故里的这个因素 进入二十一世纪 经过几年的努力 考古工作者完全理清了 辽祖林的形制与布局 进入辽祖林的大门后 首先出现的是一组品字形大型祭祀建筑 沿着登山古道继续前行 迎面而来的是供奉阿宝基的善堂 善堂正前方就是埋葬着耶利亚阿宝基一体的玄公 耶利亚阿宝基这个主灵啊 它的形式结构是很有特点的 那么从总体来看呢 我们认为它是 总体上是沉寂了汉堂地灵的精华 同时呢也有鲜民的置身的特点 2009年元旦过后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公布了2008年全国六大考古新发现 埋葬着耶利亚阿宝基的辽祖林考古发掘 名列其中 通过辽祖林的工作 是我们对辽代的灵物制度 有了一个总体的概括性的认识 应该说是辽代考古的一个重大发现 所以它被评为六大发现是当之无愧的 人们关心的是 历经一千多年的风吹雨打 和岁月洗礼 耶利亚阿宝基的玄公安然无恙吗 现在外边有很多人在关心这个问题 那么在我看来呢 我们从地表上来看 现在没有被倒通的痕迹 那么我们认为啊 除了当时金人入侵的时候 对太祖林有破坏之外 在到此后还没有明显的迹象 祖林被倒决过 那么耶利亚阿宝基死后 契丹王朝由谁来执政呢 阿宝基生前策略的皇太子伊律贝 能够顺利登上皇帝的宝座吗